海外海的經驗 海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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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針對異性的 위해서貴人 運勢特別的旺 異性的這個指點 可是在指點的過程裡頭 也許我們會產生一些情愧 尤其針對1990年跟我們的馬 那麼可以說 事業 財運 量得以 因为有个太阴心进来 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的话 哇真是特别特别的旺 尤其针对桃花的部分 选择性也变得比较多样 特别针对1997年 冰丑年属牛的朋友 在新年分里头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个重点 避免同龄 因为我们在这个年分里头 你跟同龄的人 比较会有些口角 增值跟摩擦 尤其针对1993年 回忧年属性的朋友 针对女性的朋友来说的时候 哇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桃花特别的多 因为你在这一年以后会发现 很多人对你所表现出来的善意 容易让你产生误会 如果没有仔细的胜选的时候 就容易变得很烂桃花 尤其针对1983年 回忧年属族的朋友们 因为他男生的部分来说 要预防桃花 尤其是工作上面 因为应酬 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里头 会比较多的机会 接触到异性 但是呢 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你在这一年里头 这些桃花都不是真正的桃花 尤其针对1973年 回忧年属族的朋友 各样特别的小心 要胜选这个水的对象 可能我们在选择上面来说 就要特别考虑一下 是跟我的这个性格比较符合 还是跟我的这个家庭比较符合 尤其针对1963年 回忧年属族的朋友们